把这个设计表单 让ECEL当资料库来使用 那当然这地方主要 就是模拟一个情境 就是说 假如 老师要输入成绩的时候 那最好的方式啦 当然一般性的 方式 方式直接让 这个老师直接在这上面输入 可是难免 因为这样的 这样的关系很容易有时候输入错误还不知道 所以怎么办呢 最好能够 让那个 就是说 有个 表单直接在这个画面上面 让他直接在上面输入 最好的是 可以输入 名字 然后 比如说 第1个成绩第2个成绩第3个成绩 那按Enter的话也许自动带出 平均成绩 然后其他这两个也许可以自动再把它产生 如果这样的话该怎么做 不过下面这个说明可以把它删掉好了 就把它删掉 好 不过你会发现 如果删掉 这个按钮居然不见了 为什么 因为这按钮的话会随 这个 储存格改变 改变了 所以如果你将来遇到那个按钮消失的话 你可以在控制项里面设定一个叫 摘要资讯 大小位置不随储存格改变 因为预设是随储存格改变 把它改成这样的话 你会发现如果把这两列删掉的话 刚刚那个按钮会不见 这个时候 它还在 OK 比较不会受影响 所以最好当然你将来做按钮 你担心它会被 其他储存格改变的话 记得就是按储存格右键 右键 用那个 滑鼠右键 摘要资讯 这边改这个 大小位置不随储存格改变 那你想说要不要一个一个改吗 其实也不用了 你可以 假设这三个一起改的话 你就是 先按右键 然后再按左键点 左键 左键 就是 按Ctrl键 Ctrl然后再 点左键 点左键 反正第1个是右键 其他都左键 我记得好像也可以一次性的全部 三个一起 多个啦 OK按一个确定 它就会全部都设定好了 那以后呢 无论说它放大缩小 它也不会受影响 像这个我储存格放大缩小 这个不影响 但如果你没有设定的话 你会发现 如果 印象中如果假设你这个地方没有的话 没有设定你会把你这个放大 你会发现 这个按钮 跟着放大了 缩小 变缩小 变缩小 OK那这样的话 其实就会影响 尤其是 你会经常变动 这个裂高的时候 那当然就更麻烦了 所以这个把它 那如果你把这个 儲存格格式 改成这个 大小位置 不随儲存格改变的话 这样的话 就比较不会 受到干扰 好 那底下的话 如果我今天希望 让使用者自动输入 然后我才给他一个平均 这个也可以自动产生的话 该怎么做 第一个呢 可能各位要学习的就是 切到Visual Basic 一样 里面的话 可能之前我们是学会插入一个模组 接下来呢 你可能要学会 按右键 插入一个 所谓的制定表单 那这个表单的话 你会发现 它会跳出类似像这样 这样子一个 一个视窗 那里面的话呢 实际上 就等于将来呢 你要在上面设计什么东西 让使用者看到 怎么去 那所以我们以这个当成范本 如果我今天希望 在画面上面 有个视窗 然后呢 他的那个 表单名称叫Home 他的这边Caption 叫成绩系统 那底色也许是 浅绿色的 那再分别放 四个栏位 四个文字方块 一个按钮 这要怎么做 那首先的话 第一个我想 就是先插入一个 自定 按右键 插入一个 自定表单 第二个的话呢 请各位把这个 表单名称改成Home 我的习惯 那你这个地方 不是一定只能改Home 就是我习惯改成Home 在哪个地方呢 UserFone1的Name 他的名称 Enter一下 第二个呢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左上角改成 比如说成绩系统的话 请你记得 他的第二个属性 叫做Caption 这Caption的话呢 可以改变他 左上角的那个 标题名称 成绩 成绩 OK 好有没有 Enter一下 成绩系统 底色的话呢 特别注意 这边有个叫 BackColor BackColor指的就是 它的背景颜色 那如果我要把它改成一个 浅绿色的话 那你可以再调色 本来系统 改成调色盘 OK 这个时候 当然 我们外部的 诶 这个表单 它的基本样 样子就出来了 再来还要做什么呢 可能会需要有四个 SLABEL 这个叫标签 文字方块 一个按钮 那布局方法的话 游标 点在表单上面 这边会有工具箱 那如果工具箱 不小心关掉 没关系 这边可以打开 或者是 检视里面呢 也有一个工具箱 也可以把它打开 那我们需要的东西呢 前面的东西叫标签 后面要输入东西叫文字方块 最后有一个新增 命令按钮 那我们就用这几个 所以第1个 先拉一个 标签 那这个标签的话 里面要放什么名称呢 我们叫姓名 那也许大概 比如深绿色的字 然后有一个灰色的底 类似像这样子 那我要怎么样 可以让它做出 像画面上看到的这个样子 第1个 它的Caption 改成姓名 Caption基本上就是 原件上面显示的内容 然后 再来的话字的大小 诶 稍微大一点点 因为刚刚这字太小了吧 所以把字 缝扯 有没有 前面有一个小小的按钮 把它改成大概18号字吧 会不会太大 看一下 好像 太大了一点 把它改一下 改成大概16号 好了OK 类似像 这么大好了 好那稍微调一下 可是底色怎么调 顾名思义嘛 刚刚不是 那个表单本身有back color 这边有back color 把这个back color改成灰色好了 类似像这样子 好 那我们就做完一个了 可是其他另外还有三个嘛 另外三个怎么办呢 我的习惯是把这边 拖拉 多按Ctrl鍵 复制 复制 有没有 然后呢去更改他的 Caption 比如说这个应该再来改什么呢 改这个 比如说 答案的考卷 那把答案的考核 考核部分的话 一样就把这个名称 再取笑一下 的那个Caption Caption Enter一下 其他都一样 把它改一下 那这样的话我们标签就完成了 再来的话后面就是在 做什么呢 Test Box 一个 位置如果没有对的话就把它调一下 OK 然后 这个做好一个 下面就用那个 Ctrl鍵按住拉的 Ctrl鍵就是复制 一直复制反正这四个 最后呢 再多增加一个命令按钮 在旁边 这个名称叫新增 修改的方法 反正一样 这个 Caption 叫做新增 字的大小 FORM 改成大概16好了 OK 好 这样子一个表单 基本上就 大致上完成了 好 那你要怎么执行它呢 上面一个执行 对不对 跳出来了 OK 然后呢使用者就可以开始输入了 按新增 资料呢 就可以新增进去了 不过现在应该是还没有 因为程式还没写 我只是 他只是一个外观 我们现在只是把外观做出来 你现在按 按新增他当然完全没有作用 因为你还没有做后续的程式撰写 那如果你程式撰写完 他就可以有这样的功能出现了 那他只要一直填 一直填 就好了 而且 他的好处是说 如果他有输入错误 比如说他输入成绩 不在零分到一百分之间的话 我们也可以跳出警告 跟他讲你曾经输入错误 但是如果说他自己在上面打 有时候会很容易打错啦 其实你会发现 现在 工作上面企业里面很多的问题 其实都是输入 输入端 没有控管 乱输入 资料给你 你头大 给任何人 任何人都很麻烦 OK 所以其实有遇到很多啦 他们就是要想要用VBA去解决这些 就是说 啊 之后 变成 我一看 这本来就是你前面没有控管 那你将来就是 你们就要知道说 如果未来 使用者会发生这种问题 那你就要设计 大量的表单 去严格控管 使用者端给你任何资料 如果你前面控管好之后 其实你根本就不需要去 为后面的事情 去花时间 去检查错误 因为前面都输入都不会错误了 对不对 那后面干嘛 花时间去检查 所以特别 这个东西还蛮好用的 因为 之前有很多学员也是 也是有遇到 同样 客户单给的资料 一直都错 一堆 所以他后来就用表单去限制 他发现 真的太棒了 他之后再不需要去检查 格式 检查什么东西 因为 所有的问题都不再发生了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先试试看 表单 这个表单其实真的还蛮好用的 但是对于一般来说是感觉有点困难 我觉得 应该也不算太困难吧 大概就几个动作 我把重点再回顾 1按右键 自定表单 2 这个 表单的部分 你只需要改三个 哪三个 1 2 3 有没有 Name 跟Caption 还有back color OK 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就这一步 标签 拖拉过来 那我也只有改几个地方 1 它的Caption Name不用改 因为 将来不会用到 back color改一下 还有 缝 有没有 那至于有还有其他属性 并不是不会用到 只是说我觉得可能暂时不是那么重要 但是如果你有 时间 有兴趣 也可以自己try一下 里面比如说 之前有同学说老师对齐方式 比较靠 比较靠左 可不可以置中 那有啊在里面啊 在哪里 自己找一下吧 在哪个地方下面不就有了 对齐方式吗 他这边有个叫TESA 有没有 他只是因为他们不是中文的属性名称 但是他又不可能帮你翻译成中文的 所以你 与其 这样不如你把英文 稍微看一下吧 也不会很复杂的中 不是很复杂的英文 OK 所以 这边对齐方式不就是有什么 Center right 有没有 你就改一下 不就置中了 OK 所以 其他属性 并不是说 不重要 只是说 我觉得可能暂时你不知道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你有时间 你可以自己再去玩玩看 这个就是有设计了 OK 然后这个就是TESBOX 用文字方块 一个 那做一个样板 Ctrl鍵拉拉拉 这个是 Commet button 大概就这样子 好了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如果你后面要再撰写那个 程式的话 其实也并不复杂了 只是说把 储存格的东西 再丢到 那个文字方块里面东西 再转移到我们储存格上面 那只是你要告诉他是哪一列的哪一栏 这样子他就会帮你把资料 帮你带过去了 后面 然后 ��